很多人都有疑问 甲硫与新冠有可能叠加感染吗 专家表示 甲硫和新冠都属于呼吸道传染病 当前是流感流行季节 理论上是可以叠加感染的 比如说有基础疾病 当你身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 又在流感流行季节的时候 比方说新冠还没有完全 百分之百的清除的情况下 那么合并有新冠 感染病毒或者是流感病毒 同时传染的可能性还是有 如果不做很好的防护的话 都可能同时感染 或者是先后感染是可能的 但是现在从目前北京 我们检测 像发尔门诊 我们流感也检测 是新冠检测 目前新冠的检测没有发现 得过甲硫之后 会不会也像得过新冠一样 产生免疫力 甲硫和这些病毒性传染病 感染以后 短时间内都有一定的保护力 都会形成一定的免疫屏障 所以今年感染以后 明年你感染就可能不重 或者没症状 实际这种呼吸道传染 预防都是类似的 我们新冠防控养成的 良好的卫生习惯 还是希望大家继续保持下去 一个是就是戴口罩 守卫生 社交距离 亲通风 对年老体弱的 小孩 还有高风险人群 我们还是建议 接种流感疫苗 降低爆发的风险 也降低感染后的症状 感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